奈良,位于日本关西地区 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古都 它是日本最早的首都 也是一个充满魅力和美丽景点的旅游圣地 以下是奈良的一些主要景点的简单介绍 只需花三分钟就能了解这个古都的魅力 东大寺,作为奈良最著名的寺庙之一 东大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墓造建筑 也是日本佛教最重要的寺院之一 寺内的大佛殿内供奉着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佛像文殊菩萨 这里还有美丽的庭园和宁静的氛围 吸引着无数游客和信徒 奈良公园坐落在东大寺的周围 奈良公园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然风景区 这里有广阔的绿地,宁静的湖泊和友善的路区 游客可以在公园里漫步,观赏美丽的樱花和秋叶 与可爱的路亲密接触,体验独特的自然氛围 春日大社 春日大社是奈良室内最重要的神社之一 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 这座神社供奉着日本神话中的春日大神 被认为是奈良的守护神 神社周围环绕着壮丽的神墓和历史悠久的建筑 是感受日本神秘与神圣氛围的理想场所 星福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星福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庙之一 寺内的宝物店陈列着许多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 其中包括日本最古老的木刻金卷 星福寺的建筑风格独特 被认为是日本寺庙建筑的典范之一 唐昭提寺 这座寺庙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禅宗寺院之一 也是奈良五大寺庙之一 唐昭提寺以其壮丽的山门和华丽的金唐而闻名 是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杰作 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禅宗寺庙的宁静与静密 这座寺庙与中国唐朝的高僧建筑密切相关 公元804年 建筑应邀来到日本 当时日本的佛教并不发达 而唐朝的佛教却十分繁荣 建筑带来了许多珍贵的佛经和佛像 并开始在日本传播佛教教义 在日本 建筑受到了日本皇室的赞赏和支持 他在奈良建立了唐昭提寺 这座寺庙成为了日本佛教的重要中心 唐昭提寺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唐朝的特色 成为了日本寺庙建筑的典范之一 要师寺 要师寺是奈良室内最重要的寺庙之一 也是日本33所观音露天寺庙之一 寺内供奉着观音菩萨 是朝圣和祈福的热门场所 要师寺的美丽庭园和古老的建筑 为游客带来了迷人的体验 奈良国立博物馆 如果你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 奈良国立博物馆是一个必去之处 这里陈列着大量的艺术品和文物 展示了奈良时代和古代日本的独特文化 你可以在这里了解奈良的历史背景 并欣赏到许多珍贵的展品 法龙寺 作为日本最古老 最重要的寺庙之一 法龙寺是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日本佛教宝藏的所在地 寺内保存着许多宝物和古代文物 包括国宝级的佛像和壁画 法龙寺的建筑风格独特 展示了古代日本的艺术和工艺水平 这些景点只是奈良众多魅力之一部分 这座古都充满着历史和文化的气息 无论你是对古迹感兴趣 还是想体验日本传统文化 奈良都会给你带来难忘的旅行体验 最后 非常感谢您耐心看到片尾 如果您对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有任何意见或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根据反馈来制定视频上传计划 欢迎订阅收藏评论转发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到视频更新了